工業傷亡權益會今天召開記者會 幹事謝恩賢表示 當時木廠聲稱只有死者在場工作 其他職員在聽到巨響後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但公權會向警方和勞工處查詢後 當局指廢路電視片段顯示 事發時有產車搬運木材 質疑木廠所說的版本和事實有出入 死者梁偉健的弟弟表示 攝氏的木材擺放平整 如果沒有人觸碰木材根本不可能從車上倒下 他又指 兄長離世多日 但真相未明 感到很心痛和傷心 只想相關部門還個公道被死者 謝恩賢又指 接獲一封告密信 指木廠事後隱瞞真相 並要求員工夾口供 例如指當時並沒有其他人在場 甚至指意外系死者自行拆除飛機帶所致 企圖隱瞞真相 公權會估計 事發時是有人搬運木材 令木材移位導致塔下 希望當局可以由這方面查明真相 事發於今個月14日 死者梁偉健在打鼓嶺 敏感度一間木巷 懷疑協助解開飛機帶卸下木材期間 被倒塌超過100條 共重1.7噸的木坊擊中頭部 當場死亡 好 谢谢观看